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坐到晚上八点 接着回家休息了 到隔天第二天的晚上八点来上班 坐到第三天早上八点 这就是休假 休假之后一直到 晚上睡个觉早上起来又是新的一个循环 我是一零二年进来台铁的 目前合班的生活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我想想我每天的工作 早上五点半起来 人生就觉得没有希望了 因为又要去上十二个小时漫长 而且非常辛苦的工作 等到每天都是白天 天还没亮就出门 然后 回家的时候天又暗了 从来没有看过休息的时候 还有太阳的时候 每次上班上了十二个小时 很辛苦的回家累得半死 赶快洗澡休息 隔天又要上大夜班 整整上又要接着上了十二个小时的班 等到白天休息下班的时候 也只能回家睡觉补眠 补眠完之后没多久 我们可能稍微吃个饭出去休息一下 结果又要去睡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隔天早上 又要五点半起床 五点半再去上那十二个小时的班 我上班 上到都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希望 整天都在上班 都不知道我的梦想到哪里了 自从我上班以来 我家里的床 可能一年还睡不到五次 家里的房间都要变成主场箱了 今天 好不容易有一个台铁产业工会出来 让我们有一个改变的契机 有机会为我们这个低落的劳学权 做一个改变 每天日夜轮单 造成我们身体健康渐渐的下降 台铁 它让每个员工都如此过劳 要怎么样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 我们站出来 是为了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的生活打算 是为了未来能够陪我们心爱的人 更长远的路 今天有台铁产业工会出现 我们要抓住这一艘船 台铁产业工会加油 干净 谢谢大家